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当中我们自己领受上帝的爱 这个孔子园是很大的恩典 但我们很想给观众认识 究竟如果身边的人 看到一个过往形容为 有些黑人真 可能我们后面都不太想认识他的人 为什么你在身边的时候 这个人的改变令他成为你的丈夫 让观众先认识Kitty 你的成长 Kitty很斯文 如果我去认识 我会形容是一个小康之间 有一些很好的教养 妈妈或者爸爸的照顾成长下 有目标的有梦想的一位女生 是吗 绝对不是 其实我儿童的经历一点都不开心 因为我 基本上我是单身家庭长大 我妈妈就嫁来香港之后 才知道我爸爸有些不良的嗜好 当然他就不负责任 虽然结了婚 但没有养头家 当时我妈妈又不太喜欢我妈妈 所以我妈妈受尽脸色 冷言冷语 最后就投靠了我在香港唯一的亲人 就是我公公 妈妈就一个女人打两份工 但是我和我妹妹 所以我不是小康之家 Kitty 有一个家庭的背景成长 你怎样形容你自己的性格 是一个怎样的性格 除以而安 或者是无所谓 是苦的 就这样苦下去 还是你是一个 我不是的 我会很努力 去为自己的生活 或者知道妈妈辛苦的时候 要很努力去做事 我不会埋怨 或者是不会去怨人 别人不做的 我会做多些 你会形成这样的性格 我又不埋怨 因为小时候妈妈已经说 你的命生得不好 没有办法 反而我是逆来信守的人 所以我初完禁免也可以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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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以捱 小时候妈妈就说 你要怎样爭气 不能被人看死 因为妈妈也是一个很 很辛苦的环境里面 如果这样 我是老板就开心 初完禁免也可以 是非常好 一句你做什么 你应该没有说了 可以这样说 好 其实如果在你的工作 是否也是 我想知道 因为Eric 你现在是你的二人先生 是 很开心 我知道他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是 但Eric在过往的时候 是你第二任的老板呢 其实他是第一个老板 老板 老板 不是 因为我 毕业出来第一份工 就是 他聘用了我 就是做秘书 是 是 当时的職衡是秘书 是 最后才知道原来是一个打杂 我都听她说 其实是什么都做 是 是 但是你做的时候 在她身上 我都听你说过 其实你也有欣赏一位导师 是 是 某程度上 他也是我啟蒙老师 他教了我很多东西 尤其是人生道理 做事的认真 都在她身上看到 还有效率 他做事真的很有效率 我最欣赏就是 他叫你做一件事 他就要一个结果 他不会理你中间的过程是怎样的 他不会转个头又问你 做成什么 他不变的 还有 他今天跟你说的 明天也是会要那个结果 就是 你知道 有时那些女士 是想想想变 是的 所以我觉得 跟她共事是一件多开心的事 都学到很多东西 嗯嗯嗯 但是我知道她是不太笑的 是啊 她在微信主之前 是不太笑 很酷的 而且 也很兇的 也很兇的 可不可以 是否是难顶 难近的老板呢 虽然学到东西 但有些东西你可能 都未必可能接受得到 为什么这样啊 我打工而已 是啊 都很难顶 因为她的要求都 对我的要求都很高 嗯 嗯 是的 可能 因为她太多工作 实在 她会叫你报纸都买卖 那 你下班不怕买一份报纸给她 那她 我试过跑七间七份 去找她要的报纸 是的 为什么呢 找不到就算了 就召唤老板 没有啊 卖了 不知道啊 因为可能 当时 我的家庭背景 我很需要一份稳定的工作 嗯 而她当时又 我又很幸运地被她请了 嗯 我觉得 就算要我跑七间七份 也不是很辛苦的事 就是我觉得 完成任务 是我基本的工作 嗯 但也会不会因为 其实你的性格 是因为你会 在家庭成长 你珍惜你每一件事 包括工作 也会 是的 会不会也是因为你那个 对自己的价值观 希望被人肯定 也是的 就是很想被人赞 因为小时候没有的 嗯 因为我妈妈是中男轻女 一定不会赞我 嗯嗯 那么 我爸爸不用说 嗯 是的 我很少见到她 嗯嗯 那妈妈就 永远都是 迫 因为她要我们 就是有成就 所以就很迫我们 就是迫我们来读书 学习 嗯 因为她希望令你们 可以保护自己 是的 在社会里面可以蠟燭 嗯 我想你形容 如果Erik来说 她自己在你做秘书的过程里面 因为我很想观众 听听她身边的人 如何形容她之前 因为你会知道 看越主导人 她真的 不只是她所说 她身边的人很欣赏她 她就是因为她很拼劲 有做事很有降劲 这些是她 因为她告诉我们 她本身是很有目标的人 也知道她的成长 她很追求自己 不断成就的事业 但作为你 她的秘书 也帮了她多久 嗯 其实我没有做第二份工作 那么 是 那么好找的 这个秘书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很难得 就是 怎么说呢 做生日做熟 是的 因为我是逆来信守 我就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都觉得 我很安于现状 我很容易满足 也应该这么说 我觉得 有份工作 可有稳定的量储 那么你还要рем reporters 很担心 又不用单单抬抬抬抬抬抬抬披抬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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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頂不住 你可能即使在做的時候 一邊做一邊會罵 是甚麼的案件會有 真是一些很瑣碎的事 例如我真的忘記幫他買報紙 因為 或者是忘記幫他去銀行 他就會罵 真的很兇 在你眼中來說 我今天忘記了 是否明天搞定 是呀 我心是這樣想 但是他不是這樣想 但他的說話應該不是很溫柔 很尖銳的 我聽他說 是呀 例如你進不了票 他會叫你不要回來 進不了你就沒有人回來 是呀 不是 他說我今晚一定要看這份報紙 是一定要看 是 無論如何的時候 在他的權威之後 無論如何都要走出店舖 找到一份報紙給他 是呀 因為當中你明白 如果現在的人 已經是劈砲不幹了 或一份報紙走七間店舖 你明白嗎 也是 因為現在已經不同了 社會已經和過往了 再加上你的背景 成長的時候很需要 你明白 要有一個工作 去支撐家庭的支出 和你自己的生活 所以不容易轉工 是 但你又怎樣聽到他身邊的人 因為很多他的朋友 他都會讚賞他 但當他信了主 我最奇妙的就是想知道 其實當他信了主 你身邊的人又怎樣 你聽得回他說他呢 聽得回他說嗎 例如會說他脾氣少了 對 就是個人和順了 這樣 嗯 有否想過從那時開始 你是他的秘書 雖然你還未認識上帝 我待會問你何時認識上帝 但我想問你 你有否想過這個人會信主 絕對沒有想過 絕對 因為當時我也不知道 耶穌是甚麼 是 但你覺得這個人不會善良 不會善良 即是他不會這麼溫柔對別人 絕對不是 他不是這樣 不可能 是 絕對不是 你覺得乾生意 乾品性難易 是 因為他那種拼勁是好的 但也可能和一些人的相處 是令人很有壓力感嗎 會 因為跟他說話 其實也要很小心 嗯 嗯 因為就算你說錯一句說話 他也會 即是 咬著你這句說話 你是說這樣的 嗯 為何最後又不是這樣的 即是 嗯嗯嗯 即是你跟他辯論性的時候 他一定是高手 沒有 沒得辯論的 沒得辯論 即是只有他出聲 你沒得出聲 是嗎 是 現在就女兒治了他 是嗎 我知道其實是 現在我清楚 我跟他訪問的時候 我看到他告訴我們 他是一個綿羊 綿羊 可不可以叫綿羊 可以 因為我覺得是神將他純服了 嗯嗯 但你們其實是怎樣認識的呢 下一節我們會問問Kitty 其實本身來說 第一份工作 就有了一位啟蒙老師 但當中一位啟蒙老師 也有很多的 令他很掙扎 如果不是生活上的艱難 可能Kitty也很快 就不做了一份工作 但今天的時候 為何上帝這麼奇妙呢 將兩個微信主的人 已經相識 但往後原來上帝 真是有其妙的計劃 我們下一個環節再說 OK 剪了 好 好了 下一節 你呢 不可以這樣 哎呀 我會煮 Kitty 你是不是很